哈喽巨蟹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en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巨蟹座的朋友们 从4月16号到4月30号的双中能量运势排打解读 那这是一个大宗能量的排打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细节 我会建议你呢听取就是对你有建议的这些讯息就可以了 那你记得能量是有很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呢这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正在面临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如果你觉得这些讯息现在并不符合你的话 我会建议你可能过一阵子再回来看也可以 那如果你有长期在看我的能量排打解读的朋友们 我也会建议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也就是不需要特别局限任何的日期或者是星座 你可以针对你特别有感觉的标题 或者是特别有感觉的星座 或者是日期点进去做一个综合讯息的参考 都是可以的好吗 好那在今天影片要开始之前呢 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首先是呢要感谢大家对我的频道支持 让我的频道非常顺利的成长 那我现在有在计划说要做一个小型的回复活动 那目前活动内容我还在规划当中 如果你有什么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下单留言告诉我 然后另外就是非常感谢你们 都帮我的影片按了一个喜欢 因为这会协助我的频道继续成长跟经营 还有增加我的曝光度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在影片的最后呢 也会有天使下凡来解答yes or no的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可以问三个简单的问题 我会吹出三张白卡 请天使跟宇宙来回答你 这个答案是yes还是no 以现阶段的能量来讲 我会告诉你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什么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我的广播节目 现在目前已经开台了 那详细的资讯都在下面的资讯栏 也欢迎你来订阅追踪 那我会在上面呢分享一些 我个人生活的故事 那当然也会分享一些 我关于心灵成长 或者是我觉得不错的主题 那如果你有特别想听的主题 或者想跟我一起讨论的 比如说话题 也都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好吗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 好 要进入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 这两周的能量排塔解读 先跟大家讲一下 巨蟹座的朋友们 你们这两周的新颜色是粉红色好吗 粉红色的饰品 粉红色的包包 粉红色的配件 粉红色的水晶 通通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两周 粉红色春天的这个能量蛮强的 稍微先给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 有一些开场的一些信息 OK 好 他们说再洗最后一次 好的 再洗一次咯 OK 没错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吧 好 我先整理一下牌面 让巨蟹座的朋友们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一点点 好的 OK 这边 好 巨蟹座的朋友们呢 在这两周你将面临的挑战 也就是这个钱币骑士 那这三周牌卡呢 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 那这这两周你目前看不到 或者是即将会运见的状况 是这个金币国王 好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讯息宇宙想要 透过我传递给巨蟹座的朋友 好 巨蟹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在过去的状况当中是 嗯 你好像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可是这个选择呢 让你感觉有一点 挑战性也好 危险性也好 或冒险性也好 反正它是一个可能必须要 take a risk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能够 讲赌一把 好像有点太严重 但是就是有点像是说 这个机会来了 然后你有大概有几个选项 就是你有不同的options 然后呢 你必须从中选取一个 作为你的最终选择的感觉 但是呢 这个选择又让你觉得 你在选择过程当中 好像又觉得说 有些选项让你觉得很有冒险性 你很想试看看 你很想尝试看看 然后 但是这两桌的挑战 让我的感觉有点像是 嗯 好 你做了决定 你也拿下了这个选择 然后 你要如何把 这一个 你所在最后这些选项当中 你做决定拿的这个选择 如何能够让它 嗯 稳定的去发展吧 但我觉得你做的这个选项 好像有一点冒险性质存在 或者是挑战性存在 就是它是会让你感到有点兴奋的 你懂吗 可能你选的不是那个最简单的选项 或者是你选的不是那个 你平常会选的那个选项 所以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在 挑战一个新的尝试 我的感觉这边有一股新的能量 很像是一个新的尝试要开始了 你可能想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你想挑战自己的极限 或者是说你想要走别条路 试看看 麻烦你们套用你们自己的故事好吗 那在现阶段这个能量 由于你已经拿下了这个 你所做的这个选择 然后你觉得因为它很有挑战性 当然也会让你觉得好像稍微有点压力 可是你又在做完这个选择之后 你就会突然想 哇这件事情很有挑战性 那不是我以往熟悉的东西 或者是譬如说 这不是我擅长的一个项目 类似这样子 所以你必须要在拿下这个机会的同时 你要能够为这个机会有点像是说 为它找到出路 比如说你投资了一个项目 然后你要去想我要怎么样去 比如说研究这个项目的内容啊 背景啊或者是它的成长历史啊 等等之类 然后你要去做怎么样的投资 能够对你现在来说是最有利的 因为这不是你擅长的一个比如说东西嘛 那比如说假设你现在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你必须要去想 我搬到别的城市了 那我总要去看 比如说去哪里找房子啊 买东西啊 然后认识新朋友啊 什么等等之类 就是你必须要为这件事情 付出一些很实质上面的行动 然后这些行动呢 很多很多 然后你必须要 这个比较好呢 那个比较好 还是这个比较一下 那个考虑一下 所以你会进行很多筛选选择 为了就是想要把这个机会 拿到的这个机会 让它能够 比如说 变成一个 变得更好吧 或者是说让别人可以看到你说 你真的有本事做这件事 或者是让别人看见说 你真的做得到 类似这样的感觉 那在未来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 在未来的过程中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你可能也在乎别人的看法 还有一点是 你可能也投入了你的 比如说所有的资源 或者是心力或时间 但是你会觉得说 哇这个对我来讲 好像真的有一点挑战性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有点累 就是你生理也累 心理也累 就心理的压力很大 生理的这个体力的耗尽好像也很大 所以你有点像是内外夹杀 你知道吧 可是你又觉得说 这件事情可以让你看到希望 比如说你要去投入 你要去考台北医学院好了 哇你要认真念书 然后心理压力又很大 可是你就是想要 考到这个志愿 可是对你来讲 可能门槛有点高 我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给你们讲 或者是比如说 你要投入一段关系 你觉得哇这个人是 你很喜欢的对象 哇你们终于开始约会了 可是你就会觉得说 我们怎么好像话题都不上 他讲的东西好像很深奥 那我是不是要研究 什么样的主题 跟他拥有共同的话题 或什么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 这边就有一股能量就是 你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 因为这机会很难得嘛 或者是你终于挑选到一个 你想要尝试的机会 所以你就会有点身心俱疲 可是身心俱疲的条件呢 是因为在这个条件之下 是因为这个东西 是你很想得到的 所以你即使 即使再累或再辛苦 你都会 这里有一个能量的意思 就是你都会碎碎念之后 然后稍微抱怨一下 然后之后你就会很甘愿的 继续往前走啦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嘛 我觉得巨蟹座的朋友们 这两周的能量就是 在体会一个东西 叫做这就是人生 好 那在这两周呢 你目前看不到这个状况 也就是这个 金碧国王 我觉得就是因为 你付出了这些 所有的东西 你知道吗 然后你努力 用尽方法去突破 去享受中间的过程 然后去试着 让它变得更好 或者是投入更多时间心力 最后我告诉你 你的结果是很好的 到时候我就会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呢你这边是 先从这些选择开始 就是人生 从这么多选择里面 选择了一个 而且这个金币这么大一颗 好 这么大一颗 这两周你的挑战就是 我手上这个金币 我要怎么样去投资 可以得到最大的效益 好 那当然你中间过程会很累 可是最后你看 是谁拿着这个金币 就是这个国王 这个呢 金币牌卡里面 最高职位的 就是这个金币国王 所以你会 藉由这中间的过程当中 你会把这个东西 比如说一个机会 看似很虚幻 比如说你升迁了很虚幻 但你会把它变成一个 更大的效益 更大的成效 或者是更好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你升迁了公司 因为你升迁 然后你做了一些什么 制度上的整合啊 调整啊 改变人事上面的变动 你把整个公司 变得很有效率 公司又省了成本 又更有效率 又赚了更多钱 你懂我意思吗 你把一个好像很虚幻 我们称之为机会的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实质的东西 而且你是稳稳的把它拿在你的手中哦 所有的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 你懂吗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感觉是 当你经历过这些东西之后 是你对你自己会非常刮目相看 你会觉得哇 没想到我 我现在起鸡皮疙瘩 起鸡皮疙瘩 就代表这个能量场是很正确的 然后整个能量是很澎湃的 你懂吗 就是你到时候会觉得 其实我还蛮了不起的嘛 你继续做卫文 这边有这个感觉 你知道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宇宙验证牌卡 有什么讯息要给我们巨蟹座的朋友 好吗 还有这边有一个特别讯息 要给巨蟹座的朋友们 如果在这过程当中 你遇到一些挫折 不要怀疑你自己的选择 好吗 你有能力去克服这些困难 只是 刚开始你可能觉得不是很舒服 所以你要试着能够去找到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好不好 不要对我 不要他们说 不要躲回你的那个巨蟹壳里面去躲着 然后演一边 不要回到你的壳里面去躲起来 然后演小媳妇的戏 好吗 你知道吗 他们说 这边 宇宙特别叫我讲一个讯息 你知道为什么巨蟹座你会有一个壳吗 因为你很坚强 你很坚毅 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打扰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打打倒你 你或者是打击你 对没有错 有时候你会缩毁你的壳里 可能自我取暖啊 或者是调整你的心情都没有错 但是你终究是那个拥有非常坚毅的 那个壳的巨蟹座 你知道吗 你会拖着你的壳继续前进 别人都用走的 你还得拖一个壳 那你要想你比别人 你跟别人比起来 你有多努力啊 你的努力 还有你的付出 都是别人的这个加倍啊 是不是好几倍这样 所以你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不要怀疑你自己 好吗 这边是那个宇宙特别 叫我在抽验证牌卡之前 告诉巨蟹座的朋友们 为什么我讲话今天有点大舌头 巨蟹座 很想讲寄巨蟹吧 我猜 好 巨蟹座的朋友们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好 这个验证牌卡 你看哦 巨蟹座的朋友 麻烦你们 给我竖起你的耳朵 你看 我抽了这验证牌卡 可是金币9 你手上拿着这个 可是一个钱币 9加1是金币10 金币10是一个完整完美的所有的你的成就啊或者是你的自我满足感最高的一张牌卡 你现在的挑战就是如何把这个金币朝向这个金币9达成一个金币10的完美无缺的大计划 大成就好吗 所以这两周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挑战 但麻烦请你要坚持下去 好不好 你看你就是在朝这个方向 我就没什么好说了 这很简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能量场当中有什么样的宇宙验证牌卡要告诉我们巨蟹座的朋友 为什么我叫你不要担心 我这边冲到这个钱币国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整个牌塔能量非常非常的好 连钱币10都出来了 所以我真的跟巨蟹座我的朋友讲 你现在如果觉得有有困难或干嘛 我觉得大部分是心理障碍比较多 好不好 好 如果你是心理障碍那好解决 如果是外在障碍的话我们就想办法解决 OK 好 这是怎样 四处非奔刃 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在过去的状态 没有错 巨蟹座的朋友们注意看 连命运之轮都出来了 你的命运现在正在转动 因为你做出了这个选择 它开始藉由你过去的选择当中 所以这张 sorry 这个命运之轮因为你做出了这个选择 开始为了你而转动 那这边有三张验证牌卡 分别是圣碑山 还有这个权杖骑士 然后还有这个 圣碑试者 好 OK 这三张验卡给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你很兴奋的做出这个决定 我觉得这是这个 权杖骑士给我的感觉 你是充满热情要朝向你所做的这个选择 我觉得这就很简单 跟这个愚人牌卡是一样的道理 那这边呢有圣碑山 然后还有这个圣碑试者 我觉得你不仅是充满热情 你是有行动力的充满热情 重点是 你这边也是充满情绪 你对这件事情很兴奋很期待的 因为为什么 你想要看到这个圣碑山的结果 跟大家一起去庆祝说 你看我做了这个选择 我做了怎么样的成就 然后还有一点是 我觉得这张圣碑山还有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你在心理方面 可能也要寻求你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的支持 好吗 他们会辅助你向前走 如果你需要资源 需要建议 需要向别人求救 请记得 这两周对你来讲很重要 多听别人意见 绝对没有错 好吗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现阶段的这两周能量牌卡 有什么样的验证牌 可以给我们的巨蟹座的朋友 好 OK 来吧 这有时候宇宙验证牌卡真的是很兜趣 你知道吗 这位同学 来哦 我告诉你 你这个选择是命中注定的 好吧 我等一下要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呢 你这边呢 抽到了我们刚刚讲的命运之轮 对不对 你现在验证牌卡是世界牌 整个世界都在为你转动 因为你做出了这个选择 那你就不要去质疑 好吗 这就很简单 一次解决完毕 好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 宇宙验证牌卡 就是有些巨蟹座的朋友们 你可能已经很明确的做出了你的选择 可是有些巨蟹座的朋友们 你可能现在还有点失忆 为什么 在过往的能量里面 你抽到是这个钱币二 那在现阶段的能量里面 你还抽到一张钱币二 代表说有些人 你还是在犹豫 还是在思考 还是在想哪一个状况比较好 所以呢 我觉得 因为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世界牌跟命运之轮 同时出来 代表说这一个转折 可能对你来讲有点大 比如说你要搬家 你要买房子 你要结婚 或者是 你要不要到国外居住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 这对你来讲 你的生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 所以我觉得 你有点犹豫 慢慢的做出选择 是没有关系的好吗 我不是叫你这两个礼拜 一定要马上就是给我快狠准做出选择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状况 有一个能量 就是过往能量说 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 我觉得专业人士的意见 这边有个特别的讯息 如果你的状况是跟比较棘手的 比如说法律有关的东西 我觉得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 也是非常重要好吗 所以你还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就慢慢来好吗 那这边有三张牌卡 这个保健9 我觉得你看哦 你不要说宇宙真的没有认真在跟你工作 你的保健9印证保健9 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当下 你这边保健9一张 保健9第二张 你懂吗 保健9这两张给我的感觉 有点像是 嗯 你会觉得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有一个感觉 这个能量很像是 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你就得舍下其他的选择 你懂我意思吗 你会觉得啊 这好像有点遗憾 我选的这个好像对我来讲 压力有点大 我到底要不要这样做 你会陷入很多 他们说这个叫做脑袋的 脑袋的回圈 你知道吗 这样好吗 那样好吗 这样做可以吗 那样可以吗 或许这个比较好 那个可能或许不太适合我 你会陷在这个漩涡里面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 因为你真正想要的那个选项 是你真心向往的 所以也搞得你可能压力很大 好吗 我觉得这边没有什么太大 什么不吉祥的征兆好不好 好 ok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这两张验证牌塔 分别是这个 呃前辟 不是前辟我在讲 圣碑五跟圣碑八 我觉得这个圣碑五跟圣碑八的感觉 让我就是有点觉得说 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可能选择的这个 你要舍弃很多 或者是你选择这个选项 你得牺牲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呃如果你要去国外读书 你要去国外居住 那你就没办法长期跟你的朋友啊 亲朋好友啊见面啊 就没有那么容易嘛 对不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 哈我做出这个选择 我是要有所牺牲 可是如果我不做出这个选择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说 我这辈子会有遗憾 或者是我不做 我不把握这个机会的话 我会不会错失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你有点像 在这个漩涡里面打转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这个前辟又再一次 给我出现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觉得你要做一个 对你自己 未来是长期有帮助的一个决定 好吗 这边有个讯息是 长期 你要以长远计划来看 好不好 好 OK 那接下来在未来两周的能量牌塔 我们来看宇宙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塔 要给我们巨蟹座的朋友 我刚才注意到一件很好笑的事 这里是保健9 这边是保健10 那就代表你快要破关成功了 好了 不要 不要 不要这么害怕 偶尔多回去壳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好吗 好 OK 再偷一张 OK 好 他们说这张也可以拿 OK 来吧 没有错 机械座的朋友们 告诉你 你看吧 这边他们说先拿这两张给你看 你看 你现在做的这个选择 是对你自己 我觉得算是你在培养一个新的东西吧 或者是对你自己未来是有长期的 我怎么讲 长期的 发挥的效益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 这个前臂七让我的感觉就是 这一步跨出去之后 你就会成长 或者是你会茁壮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有一个特别的讯息 所以这个选择可能会 比如说假设你要准备怀孕了 要当妈妈了 你当然要成为一个妈妈的角色之后 你当然要为了你的小孩 变得更勇敢嘛 或者是你要保护你的小孩 照顾你的小孩 我觉得我是随便举个例 就是感觉你好像要因此为这个决定 变得更勇敢 然后更加的成长 我的感觉是这样 这个是这个前臂七给我的感觉 那这边这个权杖王后呢 是让我有一种感觉像是 它有点像是映证了这张影视牌 就是这个智者牌 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像是 你正在寻找说 这个东西是你很想要达到 你也做出了这个选择 然后你现在是这个拐杖 这个拐杖 我觉得这个拐杖有点像是 你原本觉得说 你不知道该怎么走 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可是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了 所以最后你必须要拿起这根权杖 能够像这个权杖女王一样 非常热情的有动力的向前进 因为你看你这边很有趣哦 你这边第一组牌的时候 都是两个拿着权杖 是有多怕跌倒 你知道这两个权杖是 这个两个权杖也代表权杖二 也代表说你可能有机会去远方 或者是有机会离开你的舒适圈 有机会可能 比如说跟外国异国文化有所连结 或者是你交了一个外国的对象 类似这样的感觉 所以变成是说 你做了这个选择之后 你必须要能够像这个权杖女王一样 勇敢的举起你的权杖 向你所决定的这个方向前进 这是这个权杖女王给我的感觉 那最后这两张牌卡 如果你是真的因为另外一半要搬去国外 或嫁给外国人的 我会告诉你这一切会蛮顺利的 不用太担心 而且你的对象说实在的 应该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对象 好吗 那如果是以大众的状况来讲的话 比如说你做出了一个 可能你生涯规划上面的选择 我告诉你 你就必须能够靠 你就必须要靠你的双手 这个手呢 让我感觉是 你必须要靠你的双手 去完成你所谓的梦想 或者是你所做的这个决定 然后请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觉得你会找回你的气势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这边 好像有一股气势冲出来 就是有点像是说 你克服了中间这些困难 经历过选择 经历过磨难 经历过重重的关卡之后 我觉得你会蜕变成这个 这个 emperor 就是 那怎么讲 这个国王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最后这两张 你目前看不到 这两张都是国王 钱币国王 跟这个 皇帝牌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说 嗯 因为你透过这些事情的成长之后 你变得更加的 比如说这件事情 你变得更加的懂得如何去处理 如何去面对 然后你好像 我感觉这好像打怪 然后技能升等 变身的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像是 你以前都只能打那个小馒头 你知道吗 然后你的装备都很烂 就是砍砍砍砍砍砍 然后你就是要打打打怪 打打打打打打打到一个 呃就是从这边啊 打怪打打打打打到升等之后呢 你的装备也跟着升等 你的自信也跟着升等 所以那些以前对你来讲很困难的这些妖怪呢 你现在就是只需要一动一个手指头 他们就死了 类似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会经历过这些磨练之后 我觉得你成长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这边让我感觉 有一个能量是 你必须要为你做的这个选择 勇敢一次 这就是我读到的能量 好吗 好 OK 我差点忘了 抽这张牌卡 我就放进去了 好 我们再抽最后张牌卡 来看这个 钱币国王 好 验证牌卡是什么 哎呦 好 他们说那张就可以了 好吧 来吧 这位同鞋 他有讲这位同鞋 同鞋 我还成人鞋呢 好 OK 来吧 这边呢 这个权杖石验证这个金币国王 我觉得你看到这边不要太担心 权杖石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你已经离开了 你看哦 这个人已经从这边搬走了 提着他的行囊 要走向一个新的道路 而且你看哦 他走向谁 他走向钱币国王 所以代表说 这一路上呢 你可能或许从以前到现在 就已经经历这一段过程了 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你要离开家里了 你知道吗 你要成长要独立了 你要变勇敢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成为金币国王啊 那在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学习这些课题是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要能够成就你自己 对吧 你最想要达到的就是自我成就感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或许看似好像很困难 然后有很多问题在等着你 可是我觉得也因为经历了这些磨练 然后你也做出了这个勇敢的选择 所以你变成将这一个东西哦 从这个原本只是一个 还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然后钱币其次 最后变一个很大的offer 你做了一个选择 最后你成为了一个钱币国王 你从一个离家的小孩 呃 懵懵懂懂不是很懂事 什么都很陌生 然后长大成为一个统治全国的国王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在经历的这些决定 或者是改变 对于你来讲绝对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吗 那当然意义这个部分 每个人定义不同 可能有人觉得减肥10公斤 对他来讲就是他人生的里程碑了 好吧 但是你可以盗用你自己的故事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抽这个牌卡 看一下你的灵魂 目前在学习的这个课题是什么 好吗 我觉得这些所有朋友们 这个能量场蛮好的 然后整个都很顺利 所以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挑战的话 我觉得可能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一下 然后不要太不要压力过大 因为毕竟我觉得你这边有保健酒 又有就是权杖石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身心俱疲一定会有的 好吗 OK 你看这张牌卡 Self instinct 这个呢 我觉得感觉就是 我看一下怎么 怎么跟你解释好呢 就是 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 你经历的这些东西 你做的这些事情 不是只有对你自己有利 当然我们刚刚有讲这个 钱币国王是自我成就满足感嘛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你也会得到你自己自我的价值 然后这些自我的价值 也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仅是你自己成长了 你还帮助到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可能这是一段关系 可能你会觉得说这关系相处起来很困难 但你不要说你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 你渐渐也协助到对方的成长 好吗 你也得到你自己自我的价值 你也得到别人的尊重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举例 那或者是比如说你在谈一个合作 你在进行一个案子 或者是你在升学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你都会因为 哇我每天熬夜读书 就是为了考上那个台北医学大学 结果我真的考上了 大家对你广目相看 你激励了别人说 原来我只要努力也有机会 你知道吗 你在做的每件事情 都会因为你微小的一个动作 去帮助到别人 这个就是你现在灵魂在学习的课题 你不要小看自己 这边有一个讯息 就是告诉巨蟹座的朋友们 不要小看自己 好吗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天使下凡 来解答yes or no的三个问题 好吗 请记得能量是永远持续在流动的 所以我们是以现阶段的能量 去读取你问的这个问题 答案是yes还是no 那你也要记得另外一件事情 好多东西要记得 就是你绝对有自由意识 可以去做选择跟决定 将no变成yes yes变成no 好吗 那我也会告诉你 抽出这三张牌卡 原因为什么是yes 原因为什么是no 好吗 OK 那我就想好你的问题 然后问题跟问题之间如果太快 你可以按暂停 好吧 OK 第一张也飞太远了吧 好 OK 第一个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好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yes 但是呢 上面写的是并不是正确的时间 那为什么答案是yes 给我的感觉 那这个答案是 那这个答案是 为什么叫yes给我的感觉 有点像是说 你要去把握机会 如果你自己本身 没有满足这个机会的条件 那这个机会当然就会溜走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还有如果你自己有点怀疑 那我觉得你现在面临的这件事情 或许就不会朝向你所计划 或想象的方向前进 好吗 但是这个答案的能量场是yes 好吗 好以上就是我给巨蟹做个朋友们 这两周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希望你会喜欢 那如果你有符合你的状况的话呢 那我也欢迎你在下面跟我分享你的故事 你们的所有的留言 我都会认真的去看 我也会尽量在有空的时候回复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